了解科技的本质 找回对科技的温度跟感动 科技护品第三集 今天要开箱的 一切都装在这个Google行李箱里 打开行李箱 首先这是一款邦尼觉得 只要有电视的地方就必备的科技产品 这次要来开箱的是 邦尼期待已久的Google Chromecast 2018 时隔三年 Google 终于再一次更新了 这个伟大的产品线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基本上还是保留了 Chromecast 近几代的经典圆形设计 上面还有一个近期很常出现的G Logo 主体直接连接着一条一体成型的HDMI 线材 并且随附了一条Micro USB 线材的铝充 整体来说设计的一体性还是相当高 质感也不错 虽然是长时间放在电视后面也看不到啦 在安装上非常简单 只要将本体的HDMI 线材 插入电视后 再将电源接上另一端就完成啦 而在输入上只要5VEA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插上电视的USB 接孔供电 如此一来也会随着电视开关机 整体来说在设定上还是相当简单方便 如果还不知道什么是Chromecast 的观众 我简单说明一下 Chromecast 是一款能够让手机上的小萤幕 瞬间变到电视大萤幕的一个装置 以YouTube 来说 只要安装完成后 将手机跟Chromecast 连接到同一个网路 就会在播放影片的时候看到这个Icon 接着只要按下去 刚刚在手机上的影片就会瞬间跑到大萤幕上开始播放 重点是 你发现了吗 萤幕在继续播 但手机还是可以继续做其他事情 当然手机就是你的遥控器 你可以暂停 可以换下一个影片 当然直接按音量按钮 也可以调整电视上的音量 好 以后还给它方便的啦 除此之外 不论是iOS 还是Android 只要APP 支援 你就会看到这个Icon 不论是iPhone iPad Google Pixel 还是各种行动装置 不分品牌 不分平台 不需要硬体支援 基本上大部分的机型都是支援的 这才是最方便的地方 而APP 支援度呢 基本上你熟悉的 YouTube Netflix KKBOX Spotify KKTV Facebook 都可以 更不用说Google自家的APP 基本上全数支援 如果不支援的应用程式 也可以透过Android 装置 将画面同步显示到电视上 虽然画质在4K 电视上表现不通 但还是够用 所以以后只要看到这个Icon Facebook 点一下 投上去 YouTube 点一下 投上去 Netflix 点一下 投 看到这边 还没玩呢 Google Chromecast 除了可以投手机 也可以投电脑 只要将电脑连上同样的网路 打开Google Chrome 点击设定三小点 啊不是 选择投放 哈哈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时候就可以将现在看的网页 即时投到电视上 投分页还不够 你可以将影片档直接投到电视上 如果还是不够用 整个桌面投放到电视上 够了吧 这下如果想把电脑的影片放大到电视上来看 或是想要把简报放到大电视上 连一条HDMI 线材都不用啰 整体来说 Chromecast 对非联网电视的使用者来说 几乎可以说是必备 对已经是智慧电视的使用者 则是可以搭配使用 在APP 支援上也多更多 不过这边还是稍微提一下 Chromecast 2018 第三代 CP 值还是相当高 所以在输出上仅支援到1080 60fps 如果已经拥有上一代的使用者 对邦尼来说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基本上功能没什么差异 体验差异感受也不大 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任何Chromecast 那就直接入手三代 绝对是更好的选择啦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由Logitech 所推出的Crayon 这是一款装为iPad 2018 跟教育市场所打造的触控笔 Apple 更是在发表会上介绍过它 在命名上也蛮有趣的喔 Apple 推出了一支Apple Pencil 而跟苹果合作的逻辑 则是以Crayon 蜡笔作为命名 先来看一下外观 首先在用料上就可以看到 跟Apple Pencil有很大的不同 Crayon 采用金属材质 整体也更坚固一些 扁平设计可以随手就放 让它安稳躺在桌上 如果是给小朋友练习画画 Crayon 或许更耐用一些 而在握感上就比较主观了 不过有棱角的设计 在微信手上还是比较顺手好握时 而在充电方式上则是采用被插的策略 跟iPad 2018 一样采用Lightning 接孔 简单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没错 就如同邦尼稍早提到的 这是专外 iPad 2018 所设计 所以在没开电时 没办法当成一般触控笔使用 即使开了电 也不能在其他手机或iPad Pro 上使用 请按触控笔上方的电源键 一秒打开电源后 Crayon 不用配对 不用连接 你会发现 Crayon 马上就可以开始操控 iPad 2018 在邦尼的理解中 Crayon 就是平价版的 Apple Pencil 只要 Apple Pencil 有支援的 App Crayon 就能支援 比如要在 Word 里面加入一张手绘草稿 想要在 Adobe Photoshop Sketch 上 来一个简单绘图 Crayon 几乎可以完美地支援 Apple Pencil 有的功能 例如把手直接放在 iPad 上绘图 不用怕误触 精确度可以达到一点点作画 跟手感也还算及时 不过 Crayon 跟 Apple Pencil 是否存在差异呢 当然有 Crayon 不支援绘图笔最重要的精髓 压力感测 所以不会因为用力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笔触 这点虽然稍微可惜 但 Crayon 则是支援倾斜感测 这跟画笔一样 正着写的时候是比较细的线条 随着角度不同越来越粗 甚至越来越淡 在操作上其实也还算直觉 如果是给孩童学习 对于不太会控制力道的销售 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方案 整体来说 如果你正在考虑选购 Apple Pencil 第一代 又不是以专业绘图作为需求 那 Crayon 或许可以作为出发 可以用更高的 CP 值 体验到超越触控比的 iOS 整合性 在各项支援度上都相当高 如果就是要拿来绘图 那 Apple Pencil 则会更细腻一些 科技酷品第三集 也在这边告一段落了 就让我们一起迎接接下来的 2019 旗舰心机潮吧 好了啦 本期节目结束了 当年 哦对吼 那我们就趁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来让大家看一下 Google 行李箱的外观吧 只要是新东西 新科技 新想法 都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邦尼 科技酷品就是因为未知跟探索才显得酷 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科技酷品开箱吧 科技酷品总是新奇 想看酷品 看邦尼 好啦 本期节目真的结束了 不要忘记右上角对本期产品进行投票 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 你还想知道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 对了 快点到Facebook 搜寻邦尼帮尼的粉丝专页 找邦尼AI 小助理玩吧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尼 并且追踪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加入Line Ad 跟我们讨论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 大家因为是摄影机在动 其实不是我的手在动